所以剛剛這樣等於算自己的這個 妳自己說是一份熱愛嗎 因為好像妳沒有跟她 也沒有 我就是 反正就是好朋友 我自己啦 我自己比較多創傷 就是過去 過去太多創傷 所以我比較不太習慣 就是聊一些太私人的事情 覺得時機也很好 或是有幸福的事 想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自然就會說 那我個人很擔心 他宣布什麼好消息 因為他去年在高雄說 我一定會找到我幸福的時候 大螢幕是拍我媽 所以這其實 所以妳說這一次 小高有機會是可以重拍的嗎 其實兩年前就已經有同台 上一場就這樣 那今年的話 我們是認真講現在的狀況 就是我們也還沒正式的邀約他 但他是一直不斷的透過 關係跟我們講說 他已經留下之間了 不管在什麼時候 對 其實2056 20週年了 我們其實會希望 所有的成員如果都可以在舞台上 那個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盡量能夠讓 所有的團員在台上跟大家碰面 這樣 你前面有沒有想到 雙門的地方 這個部分 當然如果他願意的話 我們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開心的 因為有人去找他開國 其實我有大致跟他聊過一些事情 但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人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自己想要完成的事 跟繼續前進的一個目標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好或不好 我覺得你只要決定好了 或是想好了自己 想要做的事 這都是好事情 也是一個很成熟的表現 對啊 所以不管做什麼 我們都祝福這樣子 對 那如果粉絲也想看你跟以後 我覺得這也是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粉絲這樣看到 也會很開心 可能會有機會啦 未來啦 未來 還是我先戴假髮 我先戴假扮宇童 就可以 還是這樣 哥哥先出馬 我們會演唱一首叫 突然聽見 下宇童的聲音 對 所以剛剛這樣子 突然之前這個 這也就是在認愛 好像比較沒有公開 也沒有 我就是 反正就是好朋友 反正就是好朋友 還是好朋友 還是好朋友 對對對 2056年才會認愛 2056年在認愛 其實也沒有啦 我覺得 因為它畢竟就是 比較偏向私人的事情 那這個 我自己啦 我自己比較多創傷 就是過去 過去太多創傷 所以 所以我比較不太 不太習慣 就是聊一些 太 就是太私人的事情 那就是說 還是會比較希望 就工作上 大家還是著重在 工作這件事 然後 我覺得如果 有好的事情 又或者是說 覺得 我的實際也很好 或是有幸福的事 想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自然就會說了 因為我這個人 老實說 也很單調 就生活是非常的 非常的無趣的 對 就是也沒什麼特別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但 有機會 還是會跟大家分享 演唱會求婚 你這種求婚 不會 演唱會求婚 這種事有點太 太什麼 你要注意 有很多人都在演唱會求婚 你要注意 你可能會給我 有點太多人用 太多人用 沒有啦 就是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也不會 那 不要把那個 你就說那個後面大螢幕 然後就有超音波的照片 啊 這次 哇 很不錯 這個新的 這是新的 沒人用過 可是是別人 我阿姨的啦 我愛你了 放一張超音波照片 哇 這是我阿姨 阿姨的超音波照片 但我覺得因為是 這畢竟還是一個 五六的場子 對啦 那我個人很擔心 他宣布什麼好消息 因為他去年在高雄說 我一定會找到 我幸福的時候 大螢幕是拍我媽 哈哈哈哈 這其實 對對對 其實我一直很擔心 我不希望他在宣布 什麼好消息 那真是太驚人了 我在那邊很感性的講說 謝謝大家 因為我知道粉絲都很支持這樣 支持我這樣 這麼多年 然後我都說 我一定會找到我幸福 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大螢幕是拍他媽媽 一個大特性 拍很久 我媽 我媽也是在笑得很開心 我就在想說 這個關係是 該不會 你要叫我一聲 神霸 救命